大家好 我是小秋 我来自越南 我做的自媒体 这个月已经发工资了 大家猜猜小秋发了多少工资 小秋特别的开心 然后我老公跟着我一个月 也辛苦了 现在我要拿一点点零花钱给他 用买一些他喜欢的 走带你们去找我老公 我老公他就在那边看别人 做房子 老公 过来过来 过来嘛 看什么 你只要努力以后 你也会有那么大的房子的 我看他们在外墙上面 搞那个好厉害 过来 我跟你说 我发工资了 发工资了 对 发了多少钱 你猜 你猜的对 等一下我就给你 多加100零花钱 你是做什么发工资呢 你在家没有做什么呀 是我拍视频的钱呢 拍视频还有钱啊 那你拍视频有钱 我拍视频就就没有钱 你那么看不起啊 发了多少工资啊 我发了800 800块还叫我过来干嘛 过来嘛 那也是我的努力啊 是不是 那你叫我过来干嘛 就是我觉得我的老公也很辛苦了 然后我给你啊 啊一点点零花钱 给你买水喝 水多吗 等一下我给你了 来 哈哈哈 就100块钱 啊 还要饭呢 这100块钱是 啊 辛苦你每次我拍视频的时候 你帮我背宝宝吗 这还没有我自己的零花行动 哈哈哈哈 你看加起来 你也有一点了嘛 是不是啊 啊 没办法 不开心吗 开心啊 我老婆给我钱用了 哈哈哈 每个月都是你给我 啊 从个月 从这个月开始 我给你零花钱 好不好 开不开心 开心 50 100 250 不好听 我再加100 刚才你都猜不出来啊 你猜得出来 我谁给你多加呀 你猜不出来 那一块钱也没有 那下次吧 好讨厌 你是不是 剩下那700 小秋要把它 先放在这 然后 明天再去银行取出来 拿200 给宝宝用买料布丝 还有丝巾 然后小秋就 自己 用100去 街上买一套衣服 剩下呢 把它放起来 老婆那你给我 我100块的零花钱会不会太少啊 怎么可能少 你看 100你要不去哪里哈 你天天都是在家 你又不是像以前在那边打工的时候 你还要去上班 怎么怎么的 现在在家100块钱都够你用一个星期了 哪里用一个星期啊 我去家有50块 现在 加50块的油 就够跑那个街上两三次就没有了 50块我能买什么啊 现在你要跟我撒娇问零花钱了 老婆 给我一点嘛 我感觉好讨厌你这样子啊 对妈妈说 叫妈妈给一点 哦 等明天妈妈再起出来 然后给爸爸买新衣服好不好 这一段时间呢 也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小秋也非常谢谢大家 嗯 以后呢 小秋一定会加油 拍更优秀的视频 让大家 嗯 不会 啊 失望 老公 那现在你要给你老婆一点点评价 让我以后有一点动力挣钱嘛 我给你的评价简简单单的几个字 优秀 很棒 真假的 真的比我还要优秀 我万万没想到 娶了一个越南媳妇这么能干 还有 有这么多粉丝朋友的喜欢 我挺挺 挺感觉 我才是最幸福的呢 你看那么多 那么多中国朋友们都是很很喜欢我 今天我都意外了 嗯 以前你刚拍的时候 我觉得是哎呀 真的是拍完了而已 今天突然跑过来找我 还给我一百块的零花钱 哈哈 你好厉害哦 我就觉得这样子 嗯 如果是能挣钱的话 我就 嗯 就是努力嘛 如果能帮你一点就帮你一点 因为平时你在家庭你也不是说 很轻松啊 你也使得压力很大 如果能跟我老公一起挣钱养家的话 那我也愿意啊 哈哈 对吧 对吧 朋友没有 娶了一个越南媳妇很会照顾家庭 那现在也不早了的话 我们要去接弟弟了 他放学了 今天是星期五 星期五 我发了工资 我开心的忘记小弟今天又回来了 是是是 那我们要去接他了 嗯 好 那朋友们今天小秋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小秋的话 就点赞点关注支持一下小秋 祝你们每一天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拜拜 老公 拜拜 嗯 走了